以色列继续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上修建定居点 这一直是达成和平协议的一个主要障碍 目前以色列在备占领土上生产的产品都带有以色列制造的标签 欧盟外交事务主管阿什顿正在推动相关的规定 确保在备占领土生产的商品带有相应的标签 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科奇·杨契奇在布鲁塞尔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 这项政策符合欧盟长期以来的消费者立法 把定居点生产的商品标上以色列制造只是一种误导 关于这个问题的内部协商正在进行当中 伦敦城市大学中东政策研究中心的霍利斯教授说 这项改变将使得标签规则符合欧盟对以色列定居点的正式立场 为了对应他们所谓定居点的合法地位或缺乏合法地位 他们早就该这么做了 2009年以色列与欧盟的一项协议放开了农产品和部分服务业的贸易 以色列对欧盟的出口去年猛增至167亿美元 关于标签的争吵 是在欧盟投票阻止 欧盟向在备占领土经营的以色列实体提供资助和贷款后几天开始的 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希娜说 这样做可能会产生反作用 因为这些领土的最终地位要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谈判决定 所以联合国242号决议有意写成开放式的和模糊的 但欧盟对联合国决议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解读 这就损害了他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一个有效的 不偏不倚的对话人的可信性和相关性 以色列已经采取了报复手段 禁止欧盟援助约旦河西岸数十万巴勒斯坦人 不过贾菲战略研究中心前主任阿尔弗 在以色列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美国国务卿克里成功地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坐下来谈判 是得到了欧盟的协助 你很难不给人留下一种印象 这就是克里在和欧盟人一起努力 以便在正确的时间就定据点问题向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压力 让以色列人认识到 在关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问题上 以色列相当孤立 欧盟表示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实行新的标签规定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